好听广告 Action 城市搜查线 目前移工在台湾 不仅在经济或社福层面 都已经占有非常重要的一环 也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台南市政府 劳工局王兴基局长 来跟我们聊聊移工的议题 请问目前台湾与台南市 聘雇的移工的概况如何 我跟大家来说明 如果到目前108年的6月底 我们在台湾的移工 共有70万7954人 那在台湾市的移工人士 为6万1420人 其中我们产业的移工 也就是在企业工厂里面的移工 有4万4548人 占了大概百分之72 那社福移工 可能大家所一般所讲的 看护事工的部分 有1万6872人 占了百分之28 那在产业移工的部分 越南市占了最多 在目前有1万8752人 那菲律宾是排在第二位 有1万4千多人 那社福移工的部分 我们是印尼占的最多 有1万2千808人 在移工在台湾的救援人数 越来越多的情况之下 也常常听闻雇主在 聘雇移工的时候 因为不清楚法令规定 而产生违法受罚的一些事情 那我们可以请局长 跟我们谈一下 就是有哪些是目前社会上 比较常发生的违法状况 我们现在经用移工 可能大家有些是 为了方便 或是不知道不注意 所以我目前被查后 最多违反的情人是 违反就业乌法第57条 第一款 聘雇未经习可 习可失效 或他人所申请的 聘雇的外国人 在这种情况 在过去几年来是雇主 所以说刚才所谈了 为了求方便 而便宜人力的供给 而聘用 现在教堂发现的情况 是因为想要立即 要用人 而却为行正常的管道 引进移工 而勿用行踪不明的外国人 或是雇佣来台观光的外籍人士 我们长期以来 在制造工厂的部分 营迹工地 参与营业场所 或一般家庭 查后不少的案例 那经费依就会服务法 规定採取固执 金台币15万元 到75万元以下之法养 法则是非常的重 平时我在跟人家说 是很贵的 其实是委员就会服务法 第44条 非法融流外国人从事工作 有些雇主让非法身份 外国人为其工作 被查后子却否认 与外国人有聘雇关系 说外国人是朋友 刚好来帮忙 没给他薪水 只要治安人 或法人 容许外国人 为其从事劳务 提供 或工作事实之行为 虽双方之间 未有聘雇关系 其行为以违反 任何人 不得非法 容留外国人 从事工作之规定 法则也要是 新台币15万元以上 其15万元以下的法源 再者为委婉就会服务 57条第三款 指派所聘请的外国人 从事喜可以外的工作 我们有些雇主指派家中 聘雇的外籍看护工 从事喜可以外工作的案例 非常的多 例如帮忙接送小孩上下节 或是到雇主开市的营业场所 煮饭啊打扫 然后外借给雇主的亲居 朋友打扫 我们的家里的环境 这些喜可以外的工作 外籍看护工是不能从事的 日经查后 雇主也会被 采取以新台币3万元以上 15万以下的法源 并限期改善 如果借期还会改善者 劳动部会 废职聘雇 喜可及招募喜可 好 那对于在台南市工作的 移工及其雇主 劳工局有提供 哪些服务或者是协助呢 所以为着我们劳工局 也设立了外劳知情服务中心 因为外劳来到我们台湾 可能语言是最大要客户的 所以我们备有 印、艺、日、英、都国语言服务 提供 移工、艺务之知情 身世、正义、协助等服务 每年平均 处理了1万2千多件的电话知情 也觉得知识案件 聊六百多件有效解答相关法令 遗义及拟品这样的一个争议的部分 另外我们劳工局每年也办了移工的休闲 及年节、民始等文化活动 希望在台辛苦的这些工作的移工 都能有正当的休闲 移乐的管道 那我们节目最后 是否请局长对台湾市的移工雇主提出一些呼吁及建议呢 刚才跟人家谈了蛮多的 但是如果大家有不了解的或有困难的 或是双方有这些正义点的部分 欢迎我们打电话 名字市政中心 我们吉普们的电话是 06-632-6546 06-632-6546 那我们永瓦的市政中心的电话是 06-295-1052 06-295-1052 我们会满热心阶层的为大家共同来服务 本广告由劳动部就与安定基金补助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直播